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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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大市已经上升到28,000点水平 甚至迫近29,000点 尤其是中秋节的时候 当每个人都在看淡 因为大家都是用一个信念 大妈放11黄银周 没有人抄股票 所以中秋那几天会很淡 怎料夹到你母亲都不认得 夹到几百点上来 现在都叫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所以好像我这些不擅长说大市的贸理 都迫着要像财演去说大市 因为实在有一个太平盛世的现象 现在大市升了这么多 有很多指示器都是向好的 指示器不是技术指标之类 而是说现在有几多只股票 已经升穿了大时代的高位 原来发现已经差不多20% 已经有报纸A1头条 已经有24%的股票 已经升穿了大时代的高位 还有一只股票一支独售 那只股票叫做中安在线6060 基本上它除了跌了两天之外 每天都双位数的升幅升上去 就你这只股票可以见红底那样 现在的趋势或风头可以说是一时无量 非常之厉害 这只股票就叫做单天保置尊九全家 其他股票都可以 譬如吉利、腾讯都依然走得平稳地向上升 所以依然会带动大市去继续移动 到底大市会升多少呢 真是很难说的 大市现在的气氛虽然在指数上 就叫做升穿了2015年大时代的高位 但是不是真的一个很好的现象呢 或者是否一个真是看好的时机 我自己又不太觉得 因为有几样东西都要不肚不快 就是2014年至2015年的时候 指数都是在上升的状态 但世界股票酬得很兴起 2014年基本上盲推都会赢 即是你适当买股票 买一堆股票突然之间 不知适当开几个都会GO 突然之间都会赢 因为当时很多拼购买学活动 一个是几十单买学 你适当找些低市值 或者比较干股票 基本上买几十只 你适当都会赢一两只 大概都是玩一个这样的游戏 适当世界股票升了 就算你不拼搁GO 你是拼搁GO完之后 你再落泊去买 你都可以赢十多二十个% 基本上猛推都会赢的 但现在虽然指数升上了大时代高位 只有27%的股票升上了大时代高位 根据大埔统计 还有70%多的高位 我相信有很大部分 都仍是比较小的股票 或者比较学股的股票 即市值比较低的股票 而这些低的股票 还未炒上来 所以甚至大市破了顶 但全民街股的气氛还未出现 当时港股大时代 去到A1头条 又或者去到港云版 都仍会谈多些财经新闻 但现在财经新闻仍然放在B答 所以大市气氛 应该还未到2015年那么浓厚 虽然恒生指数升穿了 但还有一些指数未反映出来 那些指数不是资金流 甚至是行者和PE是多少 从日常生活的观察 去谈论这个问题 刚才提到股票上升得很厉害 叫做中安在线6060 这股票大家都在博三马概念 而且现在很有趣 很多评论员说中安在线的卖点是什么 因为说业绩不能说 将会出的第一季业绩 在买钱也不能说 还有三马概念 概念是说不实 三个乘马是镜 马云、马化藤、保险、平保的马山 但概念是说不出 现在唯有什么观点 就是唯有它够干 唯有货源归边 就是说它没有什么街货 还有soft bank的手货有lock up 代表它不会立即炸你 大家都在吹这一样 也挺有趣的 譬如很多人对货源归边 这个字眼也很有抗拒 例如世价股那些 就说货源归边 接着就会乱炒 其实货源归边 就成为了世价股的代名词 这些听起来不是那么好的东西 但回到中大价股 大家都会用货源归边 所以也要强调货源归边 这个字是中性的 不要听到世价股货源归边 觉得是一些很邪恶的术语 其实这个字依然会有人 放在中大价股用 而且货源归边 也不是世价股的专利 坦白说 恒大地产33333 由6元升到现在近30元的高位 其实如果你数回街货的数量 你数回CQAS的持仓 不计及金笔买货 以及不计及添花证券 每一天增加持仓 其实本身恒大地产 都是一只很干股的股票 都是货源非常贵边 没什么街货 所以货源归边的现象 就是通用 不可以说是通用 通用的 不是只是小价股才专有 中大价股也会有 甚至它可以成为了解释 为何那只股票会升的一个论点 就是因为没什么街货容易较 其实这只不过是作为一个现象的解释 就不一定是和一些很邪恶的操作 扯上关 就未必是一个小价股 专有专用的名词 所以这里就厘清一下 中安在线我自己没有 我只能慢慢看着别人吃糊或赢钱 当然其他朋友赢钱都会支持 亦都替他们开心 始终我战场不是炒这类股票 甚至乎我本身股都没有抽到 赢了我觉得都开心 而且它的可能性未必是反映出来的 当然可能现在升得急 可能会回少少之后再冲 通常股票都是这样的 因为中安在线有几个好的点 有很多指数是未买够货 你要追那些指数成分股 而且它还未落入很大型的指数 其实有很多大型的指数 都一定是在等待这只股票 一定是会受它玩的 即你会预期它会成为 不知什么MSCI 又或者恒生的什么指数的成分股 到时就会end这么多东西 tracker fund就会迫着去追货 到时可能还有多一阵的升浪 所以其实中安在线 哪怕盈利还未实现出来 但概念也十足 而且仍有一个冲劲在这里 可以继续炒下去 大市那边的交代就到这里 回到世价股主要的战场 你应该怎样看呢 世价股都是一片死症 世价股唯一一种赢的操作是什么呢 就是你找一些股票 见到它差不多招股的时候 你就去抽 又是那一招 就是不单止你抽 你叫全家总动员来抽 那些股票 你看回集资有多少 如果集资压小小的 有机石投资者 也不一定有机石投资者 如果有配售的部分 千万不要找一些全公开发售 如果你找一些全公开发售 你自己摘完整粒就会糟糕了 你找一些有配售 有公开发售的股票 会相对比较安全 亦容易赚钱的操作 大钱你找不到 因为超购的情况都比较高 所以你只能够赚这些鸡水钱 但游行现在气氛都很好 而这个气氛都蔓延到新股市场 还有多新股去上 所以依然这种投机的操作 都会有些肉食 所以新股就唯有玩这些鸡仔 慢慢赢钱 因为始终有一样 就是世价股要坐货的股票 是很难赢钱 但你看着大股不断升 大股不断升 你没有赢回几千多晚 你的心都不舒服 好像觉得自己和大股不太同步 又或者自己走入了另路的战场 好像单打独斗 唯有玩新股 赚一些比较安全点 又稳定点的钱 多就一定没有了 但起码都先赚 这是细股在暂时这一刻 可以部署的操作 如果大家对大股也有兴趣 或者想知道多些 欢迎去跟进Sky Finance的频道 亦可以看看踢爆金鱼缸的其他节目内容 亦可以支持Sky Finance的Facebook page 及YouTube的频道 亦可以支持我运营的个人专业 希望下次见到你 我是云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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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